你回教会了吗 最近有没有弟兄姊妹这样问起你 谁也没有想到 一个小小的病毒 让教会生活变得不再一样 和弟兄姊妹实体崇拜 变成一种珍贵 曾经习以为常的事情 如今让我们充满喜乐和感恩 好久不见 对啊好久不见 最近工作怎么样 还是在家工作就有点闷 所以教会一开我就回来了 我们也是一样好久不见 可能大家感觉非常亲切 对啊 虽然我们拒绝 我们每周都在线上见面 但好像并没有很有效的 今天听到大家敬拜 彩排敬拜的声音特别不一样 对啊 今天敬拜的歌是什么 是一自我 特别是我们现在在一起的歌 大家特别是需要被神的爱一字 听 我们感恩现代科技 让家中敬拜成为可能 但一个人面对屏幕 唱诗 听到 祷告的时候 你是否感觉有所缺失 神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我们彼此相爱 此时此刻 我们的彼此 还好吗 天天还在为这费姐妹来祷告 天天还在为这费姐妹来祷告 我上次给你邻居给你介绍的一个男的对象 现在你两个联系的怎么样 不合适啊 不喜欢啊 你去哪里找吧 我相信上帝会在合适的时间能预备合适的对象 今天的擦巾就要结束了啊 请问大家有什么待到的思想 生活的挑战从未间断 没有肢体面对面的连接 隔着没有温度的屏幕 诉说慢慢变成一个困难 为什么 嗨 hello 嗨 真容 你觉得今天写下成败感觉怎么样 嗯 还不错啊 回来就是很不一样 敬拜跟讲道都让我们感动 哦 对了 还要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